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博 那么前两天最震撼的消息 就是台积电结合台大电机系 合作开发二维电晶体的材料 那么这个材料呢 可以用在1奈米的制程 那么到底呢 这个材料是什么材料 这个发现呢 后来发表在自然期刊Nature上面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二维电晶体 还有台积电跟台大电机开发的这个材料 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先进制程再下一层 台积电与台大电机合作新材料 实现1奈米二维电晶体 首先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材料的维度 接下来跟大家说明 石墨烯六方氮化棚 灵烯跟过渡金属流竹化合物 这四种材料是未来 1奈米的先进制程 最有机会使用的四种二维材料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 二维电晶体的结构跟特性 再来我们介绍这个 半金属B 它的欧姆接点 欧米content 最后呢 跟大家谈谈次世代的维影制程 我们今天的文章呢 是取自庄正宇博士 他是现任成功大学为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材料的维度 如果一个材料 它的X轴 Y轴 跟Z轴都很大 我们就称为快材 Buck 最常见的快材就是所谓的细晶元 或深化加晶元 它呢 基本上有机械强度 可以拿得起来 那么如果呢 一个材料 它的X轴跟Y轴很大 但是Z轴很小 通常很小 就是小于100奈米 那么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二维材料 那么二维材料呢 主要是奈米薄膜 跟所谓的量子颈 Kontentware 那奈米薄膜 各位可以想象 就是厚度很薄很薄的一个薄膜 但是量子颈呢 通常指的是 某一种材料 薄膜被另外一种材料夹在中间 这样像夹心饼干的结构 称为量子颈 至于为什么这样的材料结构 要称量子颈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能系 所以这边呢 我们先不讨论 那么如果一个材料 它的X轴很长 但是Y轴跟Z轴都很小很小 我们就称为一维材料 一维材料呢 主要就是奈米线跟奈米管 这个奈米线叫Nello wire 那么奈米管叫Nello tube 那么奈米线通常是实心的 那么奈米管呢 通常是空心的 最常见的奈米管就是奈米碳管 我们待会再来介绍 最后如果X轴 Y轴 Z轴都很小 这一种我们称为 零维的材料 主要就是奈米粒子 跟所谓的量子点 Quantum Dot 那么所谓奈米粒子呢 就是一颗一颗很小的粒子 那么量子点呢 一样 它通常是指 一颗一颗的材料 被另外一种材料包围起来 这个称为量子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 这些有名的二维材料 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石墨锡 Graphin呢 这个材料是从单金石墨块撕下来的几个 单原子层的石墨 那这个名字呢 听起来很酷啦 因为这个锡呢 大家比较陌生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事实上呢 它就是这个碳原子 排成这个六角形的结构 而且只有单层的原子 叫做石墨锡 它的晶体呢 就像蜂窝一样 像是一个网子的形状 碳原子呢 整齐的以周期性的六角环状排列 那么石墨呢 一旦从一本书变成一张纸 各位想象一下呢 一本书就是一块石墨 你把一本书里面的一张纸撕下来 就是一层的原子 这个就叫石墨锡 它呢 是最薄的材料 也是导电率最高的材料 它的电子飘移速度最快 热导率最高的固体材料 那么它的机械强度最强的材料 而且呢 具有反常 室温 量子 或者效应等等 所以简单的说 它的特性非常的特别 第二个图呢 就是石墨锡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那这个照片呢 实际上是可以看出 它的原子呢 基本上就是六角形的排列 第二个材料呢 我们称为六方氮化棚 那个六方氮化棚呢 它在高分辨 穿透式电子显微镜 就是 High Resolution的TEM里面呢 长得跟石墨锡 几乎是一模一样 各位看这边哦 蓝色跟绿色的原子 一个是棚 一个是氮 那么呢 你看它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就会发现 它实际上跟这个石墨锡 真的长得很像 唯一的差别是原子不一样 它呢 是二维材料家族里头 最好的绝缘体 所以各位要特别记得 六方氮化棚是绝缘体 这个是我们在电晶体上 非常重要的一种材料 那么各位特别注意 石墨锡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是半金属 而不是半导体 怎么说呢 半金属的意思就是 它呢 导电性太好了 所以呢 电子能带的结构里 没有能系 那没有能系呢 指的就是金属啦 所以呢这个石墨锡呢 它的导电性太好 很难应用在数位机体电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各位知道这个数位机体电路呢 就是要有0跟1 那通常呢 我们是利用导电代表1 断电代表0 可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这个材料太容易导电了 那它永远是1 没有办法变0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拿这个材料 来做电晶体 换句话说 最适合做电晶体的 一定是半导体 为什么是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的导电性中等 你可以让它打开变成1 你也可以让它关闭变成0 那么这边特别提到了 过渡金属的流逐化物 这个就是所谓的 TMD这个材料 它具有能系的半导体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TMD 事实上是比较好的半导体 所以呢 它是具备石墨锡所没有的优势 那么这个快材状的TMD 它呢 更像是一个石墨的天书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块固体 跟石墨一样 一本书 单层晶体结构呢 看起来很像石墨锡 那各位还记得 把刚刚那一本书 私下一页就是石墨锡 所以他说呢 这边单层的结晶结构 也很像石墨锡 但是流逐的原子 它是上下成对的 因此呢 流逐原子跟过度金属的原子 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各位来看下面这个图 MX2这个M呢 就是木或者乌 它是蓝色的 X就是流或者锡 它是黄色的 各位看这个图呢 它的意思是 黄色的原子 跟蓝色的原子 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 虽然呢 看起来也是六角形的结构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三层的原子 所以呢 它这边提到 从侧边看这个TMD呢 更像是三层原子后 而不是一层原子 如果我们用一张纸来比喻 石墨锡或者六方氮化棚的话 那么你可以想象TMD 就好像厚纸板一样 所以各位看右边这个图 上面是黄色的原子 下面黄色 中间是蓝色的原子 那么由于过度金属 是一个大家族 那么流逐呢 则是有流锡地 这是最常用的 因此呢 它的化学式呢 就写成MX2 这个MX2呢 其实是一个二维材料的M就是过度金属 还有X就是流足的元素 不同排列组合所呈现出来的性质呢 各有不同 那么主要的研究都发生在 二流化木 二锡化木 二流化污 这一类的TMD材料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灵锡 这个灵锡呢 是2014年之后呢 被看好的一种二维材料 它并不是单层原子 因为呢 单层的灵锡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波浪板 各位知道那个紫箱有所谓的波浪板的形状 所以呢 如果刚刚我们说TMD 过度金属的二流化物是厚纸板 那么灵锡就有点像瓦令纸板 这个瓦令纸板呢 就是更厚啦 那么灵锡的性质呢 略逊于石墨锡 但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半导体 我们要的就是半导体 并且有许多性能呢 是优于这个TMD 所以呢 很多科学家看好这个材料 那么唯一的问题是灵锡呢 它在大气的环境下不安定 主要就是因为灵这个元素呢 它不安定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它的制程呢挑战会比较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二维电晶体的结构 第一个图呢 就是所谓的平面的电晶体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MOSFET 那这个MOSFET呢 它实际上是从Source这边有一个电子 经过灰色的电子通道流到Drain 然后中间的Gate呢 控制它的开关 业界呢 慢慢就发展到第二种 第二种呢 我们把它称为SOI 这个SOI叫做Silicon Uninsulator 就是在细晶圆的下方呢 电绝元体 所以称为Insulator 这个是性能更好的电晶体 那后来呢 先进制程 20奈米以下就发展到这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所谓的FINFET 电子通道呢 是灰色的这个电子通道 那么杂集在上面 它的包覆效果比较好 所以开关的效果比较好 不会漏电 未来呢 到了1奈米以下呢 这个电晶体就要改成 所谓的2D的FET 也就是呢 只有两个维度的 各位注意看哦 它呢 基本上电子的通道呢 是一层原子 然后呢 这个电子呢 是从这个Source进来 经过这一层二维材料 到Drain呢 再流出来 那么中间的这个Gate呢 要控制开关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就列出了它的这个 Technology Node 就是制程节点 从32、22、14、17、5、32奈米 那各位特别注意哦 不同的制程节点呢 它的这个Gate Lens 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杂集长度呢 是不停的缩小 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哦 我一直都说呢 制程节点就是杂集长度 实际上这个说法不正确 在比较旧的制程呢 那么制程节点 基本上就差不多等于杂集长度 但是呢 因为先进制程 每一家公司的电晶体结构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家公司定义的制程节点都不一样 慢慢的这个制程节点跟杂集长度就已经脱钩了 所以呢 这个制程节点呢 基本上你看哦 5奈米的制程节点 它的杂集长度其实有18奈米 真正比较接近制程节点的实际上是欺骗的宽度啦 不过我想这个有点复杂 这边我们就不再做详细的讨论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图呢 就告诉各位从旧的制程用这个HIKMETALGATE 一直到先进的制程呢 开始用FinFET这个元件 一直到3奈米可能会使用这个GAA的元件 一直到最后呢 他们开始开发这个2D的Transistor 就是2D的电晶体 所以呢这个2D的电晶体是未来先进制程到1奈米的时候呢 必须要走的道路 所以呢它就会去使用刚刚我们谈到的石墨烯 氮化棚或者是灵烯过度金属的二流化物 这一类的材料 二维的电晶体呢 它有4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Channel 就是所谓的电子通道 各位注意在这个图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1 电子通道 电子呢是从这个地方流进去 从这个电子通道流过来 从这个Drain流出来 所以左边这个红色是Source 原集 右边这个红色是Drain 集集 所以电子是从原集流进去 经过电子通道再从集集流出来 那么这个电子通道必须满足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Mobility 就是电子的移动度要高 第二个就是Velocity 电子移动的速度要快 第二个特性就是所谓的Gate Dielectric 就是绝缘体 各位要记得这个杂集的下方呢 必须有绝缘体 所以各位看2就是绝缘体 那么这个绝缘体呢必须要满足 High K 就是高的界电常数 第三个就是基板 这个基板Subtray呢 各位看就是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基板 必须要很容易散热 因为1奈米的制程呢 这个电晶体密度实在太高了 如果散热效果不好一定会有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 这个称为Contact 这个Contact呢强调的就是说 圆极跟这个极极的金属 必须跟下面的半导体有非常好的接触 必须要能够match 这个就是所谓的欧姆接点 欧米Contact必须要很好的这种欧姆接点的特性 那么什么是欧姆接点 欧米Contact呢 它是指半导体的元件上 具有线性并且对称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欧姆接触 那么如果这个电流电压的特性曲线 不是线性就不是一条线的 这一种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SharkyContact 这个称为销特机的接点 低电阻稳定的欧姆接点呢 是影响机体电路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所以啊这一次呢 台大电机跟台积电 他们发表的论文 其实呢 谈的就是刚刚我们强调的第四个特性 就是这个Contact 也就是呢 当你的元件做到一耐尼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欧姆Contact非常重要 到底用什么材料才能够有很好的欧姆Contact呢 这就是这一次他们的论文 提到最重要的特性 这个图呢 是从台积电跟台大电机系合作发表的 自然期刊里面取出来的 各位看这个图 有没有发现跟刚刚的那个电晶体很像 左边呢 是Source就是圆集 右边是Drain就是集集 所以电子是从左边流进去 经过电子通道 就是下面这一个 从右边流出来 那么电子通道呢 它用的材料是二流化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过度金属的二流化物 这个图呢 左半边它的上面是金属或者半金属 它的下面是半导体 把它向左转90度就是左边的这个图 各位注意左边是金属就代表上面的这个金属 右边这个半导体就代表下面这个半导体 这个图呢是所谓的能带图啦 上面这个叫做导电带下面这个叫价电带 那因为物理学比较复杂 我们就先不讨论 重点是呢 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左边是金属材料的时候 跟这个半导体对接 就会变成Shaki Conte 这是我们不要的 我们要的是Omi Conte 各位看右边这个图 如果呢 我这边用的是半金属 也就是Semi Metal 接到这个半导体上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接面就会变成Omi Conte 这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呢 这一个图呢 就在告诉各位 2D的电晶体 它呢 用一层单层的Semi Conduct 就是二流化木Channel 就是中间的电子通道 同时呢 它的Semi Metal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用金属 可是你不能用金属 因为你用金属的话 就会变成Shaki Conte 所以你必须用半金属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Omi Conte 而这个半金属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就是B这个材料 所以我想呢 这个图呢 就是在告诉各位 要用B这个材料呢 来做接触用的材料 那么才能够形成Omi Conte 所以呢 它说呢 这样子呢 用B这个材料来接触 就可以产生Gap State Saturation 就是所谓的GSS 就是各位看到右边这个图呢 这个地方橘色的就是GSS 那至于什么是GSS 我这边就不解释 因为这个物理学比较麻烦 各位简单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是另外一个就是IBM 他们的文章里面提到的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图呢 其实跟上面这个图是大同小异 有没有看到它左边呢 是原极Source 有没有 右边是Drain 电子呢 从左边流进来 然后呢 经过这个电子通道 各位注意它的电子通道用的是二流化物 台积电用的是二流化物 其实呢大同小异 然后呢电子流过来 从右边流出来 唯一的差别 各位有注意到吗 IBM呢 他前几天发表的这个两奈米的制程呢 他用的材料是铜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属材料 这一次呢 台积电跟台大电机器发表的论文呢 最重要的就是他用的是 Semi Metal 半金属 B 来做原极跟极极的解除节点 最后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新闻 他说呢台大西手台积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发现 有机会呢 成为半导体新兴材料的二维材料 他用的材料呢 接点是半金属的B 他能够达到极低的电阻 可以接近量子极限 有助于实现半导体 1奈米以下的这个兼具挑战 那么这个研究呢 刊登在国际期刊NATUR 这个很不简单啦 那目前呢 矽机的半导体是主流的制程 目前已经发展到5奈米跟3奈米 但是呢 晶片的效能没有办法提升 科学界呢 普遍认为二维材料有机会 取代系成为新兴的半导体材料 各位记得二维材料呢 指的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石墨烯 氈化碰 过度金属的流竹化物 还有零锡这一类的材料 但是呢 他说呢 这一类的材料会遇到高电阻 低电流的问题 需要解决 二维材料呢 搭配了这个半金属的B 来做它的圆极跟极极 可以大幅的降低电阻 提高这个传输的电流 他说呢 台积电的这个技术部门呢 将B乘机的方式呢进行 同时呢优化 那么台大的团队呢 是利用这个 氦离子素微影系统 将元件的通道 缩小到奈米尺寸 他这边没有特别强调是几奈米啦 但是呢 氦离子素微影系统 是其中一种未来可能会用的 缩小的这种技术 获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那这边我稍微介绍一下 下一次代的微影技术 这个我们称为MGL 它主要有所谓的极止外光 这个现在其实已经在用了 那极止外光呢的极限 大概是做到一奈米 那么如果要再小怎么办呢 目前学术界有几种可能的替代方案 第一个是全向微影素 第二个是X光的微影技术 第三个是聚焦离子素 就是氦离子素微影系统 这个我称为FIB Focus Iron Beam 最后一个呢就是电子素微影系统 电子素微影呢叫做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大概是这四种技术 不过呢这四种技术 坦白说目前都遇到 各自不同的困难 换句话说呢 目前只有极止外光 确定是已经成熟 可以量产的技术 剩下四种呢 大部分都还在学术界 我个人认为呢 至少需要5到10年以上的时间 才有机会做到我们要的 1奈米的大小 而且呢能够真实的在商业上来使用量产 今天呢我们就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了 这一次台积电跟台大电机器合作的1奈米的制程 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这个B材料 那它主要呢是在做电极跟半导体材料之间的接触点的材料 那么它可以降低电阻 提升电流的传输 这个呢是一个蛮重要的突破 那我相信呢相关的专利呢 他们一定也已经开始申请了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各位对于先进制程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我们影片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